应该是你去 我希望你去 我天哪 是啊 路泽宁笑笑地看她 天气是好 阳光懂事 知道怎么把美丽温柔的人 称得更加美丽温柔 而她也是知道 要坐在哪里 才更能看得见 这份美丽温柔的 安心不自觉地剥了剥头发 又一个她习惯性掩盖紧张的小动作 另一个是剥弄手 迟 安心越来越慢上来的一点紧张 年轻人冲动 情绪都写在脸上 不过 她话说得得有多冲 就把自己暴露得有多彻底 安心觉得自己的耐心是有限的 说到底 她有什么义无要教育任性惯了的小男孩 许 文幽默真的开工 自给她 而且 在路泽宁店前 她实在不喜欢她用这副态度让她难堪 怎么说也是她介绍的人吗 所以抱怨这个话 想都没想就出了口 本来就是 也不是什么真的小朋友了 天天搭错神 金一样 很给别人添麻烦的 一点都不需要负责的嘛 安心 路泽宁打断她的话的时候 她才意识到 或许也还是该给她在自己老板面前留一点面子 又或许是 该让她老板好好教训教训她 反正她老板也保证过要替她修理她的 她看了路泽宁一脸 收了声 发现 麦克以一种古怪的眼光 看看她又看看路泽宁 后知 后觉的忽然意识到 路泽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开始 对她直呼其名了 不是师姐 不是安总 是质的 有声 但是再自然不过的 安心 而她比自己想象中更容易接受些 她在脑海里搜索 是了 从那次她委婉地表达之后 她就改了口 麦克一副 纨绔子弟的模样 庄大人扮得提什么 人生的困难 然后又无理地质问他们 的关系 安心本能地 要去否定 至于 有没有一点 不想面对的心虚 她说不清 但是 路泽宁这时候 倒是把上司的架子摆得很足 她眼睁睁看住 麦克生气又没法反驳 心里有一点暗爽 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和 不懂事的一米九 小朋友 甩下这魔无厘头的一句 就拂袖而去 安心有一点尴尬 无 论是她对他们关系的定义 还是她现在本能地对 百年好和 这个词的抵触 都让她有 那摩西尴尬 但她更多的是 报复的快意 她总是拿麦克没办法 谁让她妈妈是塌上 而她又毫无对付 叛逆青少年的经验呢 不过路泽宁收拾她 还是蛮有一手的嘛 不知道是因为上司的缘故 还是因为她也有个 儿子的缘故 她把目光从麦克的 背影收回 重新转到路泽宁身上 发现她正在看着她笑 所以也可能是雄性动物之间 斗争本能 战上风的缘故 她对自己的这个想法 斗得更想笑 也是下意识的有些局促 那种似有若无的 不自在和 微微的脸上发烫的 感觉又来了 但她还是不想 这么快的 给自己一个定义 她有的是时间的呀 安心低了低头 忍不住轻轻拨弄 自己的手指 路泽宁知道 自己的观察是没错的 她又因为她局促了 安心听到路泽宁 把麦克的让人吓不来 抬定意味 吃醋了 的时候忍不住的笑 小孩子过家家而已 心智都还莫成熟 哪里够资格谈什么感情 至少不够资格跟她谈 她把车窗开了一条缝 感受住春日温和的风骨鼓涌进来 柔柔的 当然 以她现在的状态 她也不是够够资格谈感情的人 路泽宁是聪明人 所以在那次 也说不上多暗戳戳的试探后 大概是因为她选择忽略的 人故 她也很配合的没有在提什么 只是露出点两人都心照不宣的小心思 比如她 其实有车 她没必要次次都专门绕道 去她公司 接上她在一起去什么地方 但她偏偏要 在磨作 再比如她会再提起 吃醋了 这种暧昧的词汇的时候 把语速放得更慢一点 目光在她身上停得更久一点 眼神里的温柔和期待更足一点 不过安心只当作莫注意 她不拒绝这样似有若无的眼神和气氛 她没必要过早过滤掉 一个或许可能是正确的人 的好意 但是同样的 她也没必要草草就给他肯定 这样不算是不负责任吧 她也在心里扣问过自己 不过很快就否定了 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只有非非即白 男女之间的关系更是有无数重灰色的带的可能 比如爱情之重确定的关系 在你首肯让她成为爱情之前 本就是可以有无数次接触 相处 试探和怀疑的 合理合法 谢谢你呀 今天又麻烦你了 车停在她公司的门口 她温柔客气地和路泽 您道别 也听着她重负一直以来跟她说的 话 没时抹的 安心 你不用总是说谢谢 还是用的呀 她面上的笑容更娇俏些许 偏了偏头冲 她挥挥手示意她 先走她再进去 在心里小小的反驳这么一句 在灰色的带的关系里 要是要经常说谢谢的 那些欲盖迷章的敬语和签词本就是暧昧者 张网的一部分 不可或缺 安心不觉得自己有多享受暧昧 不过她也并不讨厌跟陆泽宁之间的暧昧 也就是说换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 因此当姚薇捧住那束张扬的花满脸八卦的出现在她办公室门口的时候 她几乎立刻就知道 一直当鸵鸟不是办法 有些事情还是要说清楚的好 陆泽宁绝对不会在一切都不明朗的时候 就贸然往她办公室送花 这是他们座位成熟客 这有边界感的聪明成年人的默契 这种行为太孩子气了 安心顶住摇威灼灼的目光接过花 打开卡片扫了一眼 心里就叹了口气 果然不出所料 她绝对不会把这种争夺玩具般的战友于归结为爱情 不过是小孩子常见的 她可以我 为什么不可以的赌气罢了 而让一个小孩子最快成长的办法是什么呢 当然是让她知道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 所以这一次 安心没有用那些哄小孩的话术和办法 而是用了她在商场上常用的手腕 与其柔和 态度坚定 底线明确 不容智慧 事实证明 小孩是赢不过成年人的 至少在经验主义的设程范围内一定如此 事情比她想象中还要顺利一点 那天麦克沉默地把她送到门口 低着头 好像想说时 我 但最终只憋出来一句 你路上注意安全 不过这就足够了 她没有继续发脾气 没有拂袖而去 没有胡搅完产 这就已经说明她胜利了 因此 当她接到陆泽宁电话 说想跟她聊聊麦克的事 安心是有那抹一丝惊讶的 而当 两个人在一间 与麦克和她那帮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朋友们常去的酒吧截然不同的轻霸坐下 她在陆泽宁的目光下跟酒保要了墨迹托后又补充上无酒精这个定语之后 她在听到陆泽宁跟她说麦克已经提交了辞职申请 又觉得她其实也不应该这抹 意外 她非常的在意你 陆泽宁偏头看她 身体前倾 安心无从判断她说这句话到底是各客观判断还是对她的 某众探听 但是她真不想从她嘴里听到这些 不论她对童年破碎的不成熟小孩的不成熟感情有自己的判断 但就陆泽宁一直以来在她面前表现出来的样子 这是她合适同她讲的吗 更何况 就算她真在意她吧 然后呢 安心没作声 只沉默地又吸了一口面前的墨迹托 冰块放的很多很足 气泡水里吸柚和柠檬的清香很足 应该也是加了不少糖浆的 是 她很喜欢的冰冰甜甜的清新味道 但是今天的酸苦味似乎比她惯常认知里的要多一点 加上十足的冰 她只觉得厚曹牙一酸 几乎要倒吸一口冷气 不自觉地轻轻皱眉 也不想偏头回应陆泽宁的目光 心里泛起一些意味不明的委屈和烦躁 这算是又一次试探吗 看看她的反应 然后再决定下一个步骤 所以说暧昧是成年人间尺度 最难把握的游戏 暧昧排斥一切 确定 朦胧模糊是保持爱 魅中立点美好的前提 但是安心其实并不是个擅长处理朦胧模糊的人 她眼里柔布的沙子的 她已经默许了她的接送 已经点了五酒精的墨迹托 为食魔还要听她这些乱七八糟的 感叹呢 安心又吸了一口 冰凉和清香在帮她平复一瞬间的情绪 罢了罢了 聪明的成年人的博弈 总不是那抹容易的 是不可能的 把握的出差 看到平处 继续 这些玉石的 我们再见